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显示 老人们长寿的秘诀完全颠覆了传统 刷新三观 锻炼不重要 饮食习惯不重要 什么吃素长寿 吃烟菜致癌 对这些百岁老人并不适用 结论或许并不完全科学 但对当今公众追求健康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今天小关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有趣的结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您知道吗 长寿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 大家不妨对照一下江苏省百岁老人调查报告 看看自己符合几条呢 一 属狗的百岁老人最多 属鸡其次 江苏省百岁老人调查报告显示 百岁老人中属狗的百岁老人最多 属鸡的次只 其次是猴 羊 马等 这份调查是在2010年进行的 从出生年代与属相的对应关系看 倒推100年后 正好是1910年属狗的出生 年龄最小 按常理 百岁老人也应该很多 二 百岁奶奶是爷爷的近四倍 从性别来看 男兽星只占女兽星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女性相对来说更容易长寿 这与男女的正常寿命趋势一致 但也进一步体现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性的死亡率越来越高于女性 到百岁以上的年龄段更为明显 从调查看 110岁以上的九位兽星全是女的 男兽星最高年龄是109岁 而109岁的女兽星则有12位 三 百岁老人不怎么爱锻炼 生命在于运动和生命在于少运动 是不同的养生体验 调查来看 江苏的百岁老人 绝大多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不经常进行锻炼 这与当下退休人员热火朝天的晨练或晚练 似乎背道而驰 但是 请不要把这误解当为运动无用 因为这些百岁老人们其实运动量很大 老年人相对来说 所需运动量并不是很大 对这些年纪的人来说 日常走走逛逛 养花浇水等活动就已经是有效运动了 四 家中老大往往最长寿 总体来看 在江苏省的百岁寿星中 即便排除独生子女 家中老大也是最长寿的 其次是家中老二 再次是家中老三 五 长寿也能代代相传 平时人们会发现 哪家出一个百岁寿星 哪一家的人也大多长寿 这次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 百岁老人的母亲寿龄大于80岁的 占65%以上 父亲寿龄大于80岁的占70%以上 外公外婆寿龄90以上的占16.1% 爷爷奶奶寿龄大于90岁的占13.8% 都高于正常人群 说明长寿以上辈的寿龄有一定关系 而且还发现 百岁寿星血缘关系以外的家庭成员 甚至领养的子女寿龄也比较高 除了家庭文化生活习惯相处氛围外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仍是一个谜 六 想得开是长寿的重要因素 人的寿命受经济 医疗 社会和自然环境等 基本因素的影响 但也与个人的性格 饮食 活动 遗传 家庭等关系很大 调查显示 江苏百岁老人的经济和身体状况不如一般人 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都比一般人高 此外 大多数百岁老人特别自信 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 但并不固执善于听取家人的意见 表明他们的人生态度十分宽容 如果人心胸豁达 性格乐观开朗 神经内分泌调节系统会处于最佳的水平 免疫功能也处于正常状态 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等异性激素 让人心绪放松 使人体各机能互相协调平衡 更易于健康长寿 以上就是江苏省百岁老人调查报告中 得到的一些有趣结论 除了这些在百岁老人的所有长寿密码中 饮食是最受关注的一项内容 如果没有长寿基因 通过调整饮食还是能逆袭的 剖析江苏百岁老人的饮食习惯 可以为我们寻找长寿之道 提供许多有意义的线索 欢度百岁 江苏长寿老人风采一书的编者指出 考察江苏百岁老人的试谱后 发现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吃出来的长寿 一、九成老寿型 喜欢吃豆制品 饮食直接关系到健康 现代养生观念认为 应该拒绝烟酒 多吃素 少吃荤菜和腌制食物 因为烟菜更容易致癌 同时鼓励平时多喝茶 认为喝茶比喝白开水 对保健养生的益处更大 但从对百岁老人的调查看 只有烟酒这一点吻合 江苏的百岁老人 主食是杂粮米和面粉 近八成的百岁老人 每天主食能吃四到七两 至于水果 天天吃的百岁老人 还不到四分之一 有时吃的占近一半 还有近四分之一则很少吃 这表明水果对长寿的影响并不大 关于蔬菜 每天吃两三种的百岁老人 占85% 但多数老人常吃肉 鱼 蛋和腌菜 90%以上经常吃豆制品 喝水在平时是少不了的 调查来看 七成多的百岁老人喜欢喝水 他们大多有早晨起来喝水的习惯 而且近九成老人 常喝的是白开水 只有约八分之一的老人 平时喝茶 二 换着法子喝粥 特别爱粥油 调查表明 江苏百岁老人的饮食 每天大多一干二吸 而且对喝粥很偏爱 并不是只喝白粥 杂粮粥 菜粥 八宝粥 还换着法子喝粥 像泰州海陵区的百岁寿新王比城 吃的粥就很复杂 除了剁碎青菜 还加入了排骨汤 鱼汤 鸡汤一起煮着吃 有时还加入胡萝卜 和山芋煮烂放进粥里 更值得一提的是 百岁老人出来喝粥 还对熬到一定功夫的粥油 大感兴趣 认为粥油是米汤的精华 营养丰富 这也符合中医的看法 中医认为 小米和大米 胃肝性平 都具有补中益气 健脾和胃的作用 二者用来煮粥后 很大一部分营养进入汤中 其中有以粥油中最为丰富 是米汤的精华 滋补力之强 丝毫不亚于人参 熟地等名贵的药材 这里小官解释一下 什么是粥油 粥油其实就是粥熬好后 上面浮着一层细腻 粘稠 形如膏油的物质 中医叫做米油 俗称粥油 三 多吃江河海三鲜和当天菜 江苏的百岁老人对食材 基本上就地取材 从调查来看 吃江河海三鲜的不在少数 无论是洪泽县老子山镇的 百岁寿星林金华 还是南京江宁的百岁寿星林启友 都特别爱吃鱼虾 还经常加上白菜 豆腐一起吃 都已经吃了大半辈子 人们常说吃菜吃鲜 无论江海和三鲜还是蔬菜 从百岁老人们的习惯上不难看出 这样是有道理的 泰州和林 乳高 泰仓等地的寿星们 都喜欢吃自家地里种的菜 肉要当天采的 菜要当天采的 鱼要现场剖的 瓜瓜要当天摘的 豆腐 茶干要当天做的 寿星们的这些饮食习惯 无意中暗合了食材营养保存的规律 越新鲜营养越丰富 看来隔夜菜最好不吃 四 主食粗杂粮 常吃两拌菜 调查人员发现 虽然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但百岁老人们依然保持着清淡饮食 主食都以玉米 土豆 山芋 芋头 大豆 花生等粗杂粮为主 西粮是自己加工的面粉和大米 这符合现代营养学主张的 以骨类为主的膳食模式 而江苏的百岁寿星们 牙口也很好 特别喜欢吃两拌菜 萝卜鹰 大蒜 黄瓜 芦笋 韭菜黄等蔬菜 常常被它们两拌着吃 这样恰好保留了蔬菜的新鲜和营养 尤其是各种各样的酶 生吃时保留了酶的活性 能更好地促进身体吸收 同时驱除体内的有毒物质 五 豆腐白菜常被葱姜蒜 鱼生火 肉生痰 白菜豆腐 饱平安 这句民间养生俗语 在江苏的百岁寿星上 有着极为明显的展现 调查表明 越到老年 寿星们吃的白菜就越多 而白菜对老年人养胃 立肠 酱汁 防癌 有着独特的作用 恰恰是老年人需要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吃葱姜蒜和萝卜 但这些寿星们几乎每天都离不开 除了做调味品 有时还作为下饭菜 喝姜茶 含姜片 用姜水洗澡 还是长寿之香 乳膏的一条养生经验 葱姜蒜这些调味品 除了体味 更有消毒 杀菌 阵痛 肩胃 姜血压等诸多功效 怎么样 是不是颠覆了你的传统养生观念 近六千名百岁老兽星的长寿经验总结 对咱们寻常老百姓来说太实用了 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让他们也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和身边亲友符合几条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江苏省百岁老人的调查报告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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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